刘仲敬2024年11月25日言论与战况普京摊牌 前一个计划不就是2014年的乌冬小绿人模式吗 搞不下去会不会单纯是因为军方手头紧拿不出资源 人员和物资的紧急动员能力远不如14年的俄罗斯 只能将这部分业务外包出去 刘仲敬缅甸七昂山素季的媒体是这样解释的 联参情报部的黄俄集团与彭加长期合作 包括通过重庆和辽国增加毒品出口收益 与重庆公安厅背景的安保集团保镖护露的赞米亚豪墙 争夺毒品利润矛盾计划 彭参联盟希望习近平胜利以后 通过战略学会和耿彪家族的关系 狐假虎威 扭转易租宝事件和湄公河行动以来改革开放干部 借助公安细白区党压制黄俄渔猎的不利局面 于是启动了反攻国赶 打击吴越改革开放干部主要合作者白派军阀的行动 大多数改革开放干部害怕习近平真的顾念黄俄和耿家旧情 不敢验证狐假虎威的真实性 暗示白派先让一步 但只能让一步 也就是国感 然而国感战争只是缅甸军阀战争的一角 缅甸军政府不仅同时面临若开 克伦军阀的拓地 原先的清华派军阀克钦德昂 尤其是对中国极为公顺的瓦邦军 见风使舵 生怕抢地盘落后 对自己不利 立刻出兵落术 彭豹两军像苏美两军在柏林墙一样 同城操歌杀气腾腾 国民党的老朋友 随着国民党的衰败 逐步弱化的骨感老吐司杨金秀 杨二小姐于党 才继杨家旧臣 国民党军校探讨投匪的彭家 在杨金秀儿子段新智 杨金秀丈夫是另一位 亲国民党吐司段朝文的率领下 驳印南奔 东北干到断绝 滇缅边界各部落 山兵纷纷投入克钦军阀麾下 中国恐惧华属赞米亚的克钦基督徒起兵响应 建立跨界大国 下令举行军演 关闭口岸 缅甸军政府的民团怀疑中国背叛 大举屠杀仰光滑伤 攻击中国驻曼德勒领事馆 事已至此 中国在缅甸面临权限崩溃的危险 一方面 反对军政府的军阀 早已把中国看成军政府的后台和自己的敌人 军政府的失败和军政府报复中国 两方面都对中国不利 黄俄在连参的余孽 不再能忽悠改革开放干部 宣传习近平希望出现这样的局面 而且自己长期与境外军阀黑帮 合作贩毒和走私武器 倒流入沦陷区帮派 甚至敌对势力 包括颠回和维吾尔抵抗武装手中 黑材料已经多到吃不消的地步 解铃还需细灵人 根据谁家孩子 谁家自己 抱回去的传统 中央命令连参 负责解决果敢问题 彭的老朋友设下鸿门宴 邀请彭入颠共益 彭和缅北各路军阀 因为口岸关闭 必须把原来的海关物流 转移到走私物流路线 比以往更需要沦陷区合作者的帮助 面临瓦邦军和克钦军 抢地盘的压力 和杨家反动余裂的破坏 尤其需要跟改革开放干部 不合的旧黄鹅山头帮助 于是单刀附会 一去不复反 黄鹅老朋友要求彭军退出蜡树 给缅甸军政府减压 彭德人杨凤因为 命令他的子弟和部署执行 楚怀王政策 以后绝不信任中国 绝不交出任何土地 即使中国把彭德人千刀万剐 也要抓紧军阀的命根子 一所悬命 于是 中国所有派系都傻眼了 局势 由缅甸军政府和反军政府 各路军阀两方面同时反华 变成了军政府 反对派各路军阀 和亲华派军阀三方面同时反华 外交部奉明拿出 苏联对爱沙尼亚和杰克斯洛伐克的外交辞令 宣布彭德人是自愿来看病的 但对习近平政府缅甸操作不满的派系幸灾乐祸 把真相泄露给缅甸媒体 目的大概是为了让习近平政府失去面子 不得不像胡锦涛以前那样 处罚一批军官 更大的问题是 彭军和缅北各军阀 仍然需要在口岸关闭军阀战争升级的情况下 更多而不是更少的获得沦陷区物资 因此至少彭系军阀 必须不顾沦陷区老敌人和新敌人老朋友的反对 强行走私闯关 如果遭遇困难 军事冲突就会在沦陷区境内爆发 匪军兵力不足 但要短缺 对派系斗争造成的局势毫无准备 反过来 彭军如果因为补给困难 内部矛盾 反动势力 邻邦军阀的加工而崩溃 分裂而形成的各路溃军 同样必然越界掠夺沦陷区 时与世都在大蜀民国一边 俄乌战争是一场不对称的战争 2023年 北约国家的GDP总量是51.1万亿美元 大约占全世界GDP总量一半 2023年 不包括瑞典在内的北约军费开支是13410亿美元 占全球军费支出的55% 2023年 俄罗斯的GDP是1.99万亿美元 占世界的1.89% 军费支出是1090亿美元 占世界军费支出的约4.46% 从经济总量和军费支出规模的对比来看 双方是不对称的 另一方面也是不对称的 俄罗斯的人口远远超过乌克兰 前者在兵源上占据很大的优势 战前 俄罗斯是世界第二大军事强国 也继承了苏联雄厚的军事遗产 和庞大的军备与弹药储备 这让俄罗斯在短期内可以占据了优势 但陷入消耗战之后 双方的战争潜力就开始起到决定性的作用 俄罗斯开始陷入一种战争危机 俄乌战争已经进行了超过1000天 俄罗斯开始出现两大问题 第一 军费支出持续上涨 卢布像洪水一样涌入流通市场 2022 2023年 俄罗斯军费支出分别是864亿美元 1090亿美元 2024年 预算的军费支出是1119亿美元 2025年 军费预算将上升至1450亿美元 达到GDP的6.3% 军费支出的快速上涨只是浮在冰山表面上的 为了支持俄乌战争 很多行业都必须转为战时经济位战争配套 这意味着政府需要在这些行业中投入巨量的财政资源 这些准军费支出尤其浩大 媒体已经将普京支撑战争的模式称呼为死亡经济学 俄联邦达达斯坦共和国7月12日发起了一个新活动 带一位朋友到军事办公室 你将获得10万卢布 约合1000欧元 政府这样做的目的 当然是为了征兆更多的兵员 战争之初 俄军士兵的平均工资约4万卢布 但随着兵员短缺的情形越来越严重 为了征兆足够的士兵 俄罗斯只能不断提高士兵的薪水 以招兵买马 普京在今年7月决定再次将合同兵的月薪翻倍 从原来的19万5000卢布增加到40万卢布 这已经是战争支出的十倍 除月薪之外 还对参军之人额外提供120万卢布的一次性奖金 这些收入都是免税的 除此之外 政府还会为战士及其家人提供特权 包括优惠利率的财产贷款 无需入学考试 即可进入该国最富盛名的大学 舒适的退休生活 以及社会地位 如果一位志愿者在前线牺牲 他的家人将获得1100万卢布的赔偿 为了给前线补充兵员 普京总统彻底打开了支票本 而且血酬水平在不断提高 这就是死亡经济学 俄罗斯经济学家伊诺泽姆采夫 做了一个计算 如果一名35岁的男子参战一年后阵亡 他的家人将从他的军人工资 和死亡抚恤金中 获得约1450万卢布 这比他在一些地区 作为平民工作到60岁 所能获得的累计收入还要多 阵亡军人的家属 还有资格获得其他奖金和保险金 参战一年后阵亡 在经济上比一个男人继续活下去 获得的钱更多 伊诺泽姆采夫将这种现象 称为死亡经济学 从2023年6月到2024年6月 俄罗斯仅仅为阵亡军人支付的 抚恤金总额 就已经高达300亿美元 开战之初 欧美就已经冻结了 俄罗斯央行的大部分外汇储备 现在战事已经超过了1000天 俄罗斯过去的财政积存 早已经消耗殆尽 普京总统从哪找来那么多的钱 只能是印钞机 随着越来越多的士兵 在战场上阵亡 随着武器装备消耗的不断扩大 让俄罗斯的战争开支快速扩大 这意味着卢布像洪水一样 涌入了流通领域 第二 大量的劳动力为战争配套 导致劳动力短缺 推动工资高速上升 随着战争的持续 有越来越多的年轻人走上战场 还有更多的劳动力进入军工生产 运输和后勤补给活动中 为战争配套 这就会从正常的经济活动中 抽走了大量的劳动力 战争爆发之后 数十万俄罗斯人 因不赞同战争 或害怕被征兆入伍 而离开俄罗斯 其中包括一些高素质的工程师 和电脑专家 这就让俄罗斯劳动力短缺的状况 越来越严重 俄罗斯消息报在2023年12月24日 有一篇报道说 到2023年中期 职位空缺数量 占劳动力总数的比例 从一年前的5.8%上升至6.8% 2024年当然在继续上升 这意味着每100个岗位中 会短缺7个人 劳工部长柯加科夫表示 制造业 建筑业和运输业 都遇到劳动力短缺的问题 部分岗位的空缺率 已经高达30% 随着越来越多的行业 开始高薪招聘 目前连工程师 医生 教师等行业 都发生了严重的短缺 这些缺口在短期内 根本无法填补 劳动力短缺 不仅出现在迷用部门 军工部门也开始出现 劳动力短缺 俄罗斯副总理戴尼兹 曼图罗夫 在今年6月份就表示 尽管过去18个月 有50万名工人 从迷用部门 转向国防部门 但国防部门仍然缺少 约16万名专业工人 这带来两个问题 首先是劳动力短缺之后 工资就会快速上升 俄统纪局公布的 刨除通胀之后 今年1至5月 工资实际增长率 是10点1% 根据俄联邦 自己公布的通胀数字 进行计算 加上通胀率之后的 工资民意增速 就高达18点4% 其次就是 经济增速开始下降 劳动力短缺 工资快速增长 最终就会打击经济活动 俄罗斯经济发展部的 统计结果显示 2024年上半年 俄罗斯GDP增长 是4.7% 7月份回落至3.5% 8月份已经进一步 回落至2.4% 如果扣除军事部门的增长 民用部门很可能 已经开始萎缩 随着战争方面的支出 不断增加 就让卢布像洪水一样 涌入流通领域 随着劳动力短缺 推动工资的高速增长 随着军事活动 对民用生产活动的 不断挤压 导致商品与服务的 供给受限 这就会推动通胀的爆发 俄罗斯真正的通胀率 是多少 俄央行已经告诉了我们 从去年中期开始 俄罗斯央行 就不断提升利率 这说明 俄罗斯的通胀 开始连续上升 到2024年10月25日 俄罗斯央行 终于将关键利率提升到 创纪录的21% 俄罗斯的通胀率 肯定不是21% 但21%的关键利率 却肯定可以反映出 目前俄罗斯真实的通胀水平 要注意的是 随着卢布基础货币 像潮水一样 不断涌入交易市场 俄央行提高利率的措施 既不能抑制通胀 也无法稳定卢布汇率 随着真实通胀率不断上升 要招募到足够的士兵 就需要继续提升士兵工资和抚恤金 这就会释放越来越多的卢布 进入流通领域 随着更多的劳动力 走进战场 或进入军工领域 就会进一步冲击正常的生产活动 导致工资的进一步上升 和商品与服务供给的进一步受限 这会进一步推升通胀 普京总统开始陷入魔鬼循环 从卢布汇率上 也可以看到同样的趋势 美元对卢布 已经突破1比100关键阻力位 开始快速上行 这意味着俄罗斯的通胀正在恶化 一旦俄罗斯的通胀率超过40%至50% 意味着达到了恶性通胀的程度 这意味着普京的战争成本 开始高速上涨 俄罗斯财政就开始崩溃 普京的战争资源就开始枯竭 现在正是普京总统急火攻心的时候 因为通胀已经成为它的催命符 乌克兰的背后是美国领导的北约 但经过全球化之后 北约国家已经将大部分基础工业转移到中国和亚太地区 这导致自身的军火产能严重不足 苏联解体之后 欧美诸国已经严重堕落 财政松弛之后就导致各国的债务规模急剧膨胀 目前各国的政府财政已经是千疮百孔 虽然北约相对俄罗斯在GDP总量和军费支出规模方面 占据绝对优势 但对乌克兰真实的军火和财政援助能力也受到制约 最严重的是 乌克兰是个人口小国 战争进行的时间越久 兵源短缺带来的问题越严重 这会制约乌克兰的战争潜力 但从现在来看 乌克兰虽然进攻能力不足 但防守能力还是足够的 红军村防御战就可以作为证明 从9月开始 俄军就集结重兵进攻红军村 很多媒体炒作俄军拿下红军村 如如探囊取物 但事实证明 俄军最终是杀鱼而归 毫无战果 而普京为了补充兵源 不断提高血酬标准 再加上军民用生产受限 就注定导致通胀不断恶化 目前已经到了加速恶化的阶段 这说明 普京的战争资源已经开始枯竭 目前的俄乌双方都在与时间赛跑 短期压力在乌克兰一边 因为随着特朗普的上台 美国援助将面临一些变数 但长期压力却在普京一边 一旦无法在短期内取得明显进展 陷入恶性通胀之后 普京的就会进入绝境 2025年 他很难过得去 普京该摊牌了 要么动用战术核武等大杀器 这意味着对全世界进行绑票 要么开始考虑做到谈判桌前